大家好,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 我是李國慶 中印之爭,禍及港股 未講今天的題目之前 請大家看看恆生指數表現 恆子跌了112點 收報25007點 成交有1465億 今日港股,欠守25000關 曾經跌穿過 都可以說是轉弱了 最主要原因 是因為有傳出中國和印度有些紛爭 令印度要將中國一些軟件下架 影響了今日市場氣氛 事實上,這陣子不僅是印度 美國也早已說了要搞中國的軟件 Apps,例如微信、WeChat 以及其他會影響到所謂國家安全的TikTok 其實是搞笑的那些軟件 那些都說要下架 受到這些事情的影響 港股其實這陣子真的跟不到外圍的走勢 我們分幾個方面說 我們不如先看大市 以及看外圍的市場 然後再細說中美、中印之爭的影響 好嗎? 好,大家先看第一幅恆生指數走勢圖 恆子雖然都是上升軌 但是其實你見到8月、9月這個頂 衝上去的時候,即是衝不到 較7月這個頂低很多 兩萬六都衝不穿 最主要就是剛才說過 因為受到市場氣氛的影響 先有美國就說要Apps下架 然後現在印度又說要下架 所以港股就在這裏偏遠了之後 已經跌穿了短期上升軌 雖然險搜兩萬五 如果今天仍是拿著很多重倉的話 要注意了 如果明天收在兩萬五之下 是要減持的 明天是一個什麼日子呢? 恆生指數換馬的日子 原本其實真的應該換完馬之後 有些科技股加入之後 應該有利恆生指數上衝的 但是現在的科技股有些偏遠 所以大家要注意了 如果你說真的還有沒有另外一個位置 大概呢 以前都跟大家說過了 如果跌穿兩萬五收在兩萬五之下 收在兩萬五之下 就是黃燈 如果跌穿8月20日這個低位 是收在其下的話 即是收在24621點之下的話 那就轉紅燈了 事實上你見到24621這個位 就和這條上升軌很接近了 就是低位和這條上升軌很接近 大概跌穿那些要轉紅燈的 小心啊 好 但是是講股藥的 如果你真是看外圍 不是那麼差的 納指 不斷創新高 不用說了 萬二都升穿了 大概在這個六月的時候 你明明是一萬而已 當時是不是 接著七月就萬一了 即是八月頭 當你一個月左右 一個月多些 那現在不用一個月 又再升多一千了 去到萬二了 再講一次了 你當六月的時候 一萬度增持 七月那時慢慢上 八月頭是萬一了 接著九月頭是萬二了 即是升得很快 標普500指數都創新高 又是 那你之前去到六月頭的時候 三千二 三千二左右 現在還行還行還行 去到八月的時候 三千四 那現在接近又挑戰三千六 很快的升得 美股走勢很強 標指和納指 創了歷史新高 其他市場又如何 主要來看看日本 今天 雖然你看到陰燭 但是實際上 突破了近三個月的環行區 突破了近三個月環行區 走勢多漂亮 當然一天不作得準 如果站在之上三天的話 作得準的話 現在這個當成平等三角形也好 環行密集區長方形也好 照量照度上去 就二萬六都沒有走雞了 甚至更高 那歐洲方面又如何 以德股做代表 德國股市 你看看 現在又站了上去 環行密集區之上 現時大約升1.5% 走勢都是強 不錯的 你看到日本、德國這些市場 都做得好 美股帶動之下強 但是港股就是跟不上 你要知道世界三大時區 亞洲區時段 歐洲區時段 歐洲區時段 和美國區時段 其實亞洲區時段 日本跟得上去 歐洲區時段 德國帶領之下 亦都跟得上去 美國 美洲時段 不用說 上去 現在香港 可以說主要金融中心裏 我講主要金融中心裏 其他的主要金融市場 是上去的 要注意這一點 上不到去 就是最主要 剛才這麼說 回去就是 中美之間 有些爭拗 限制了股市的升幅 現在輪到中印之爭 我們今天集中講中印之爭 首先 中印其實也是邊界上高 有些緊張的關係 中國有簽20 都重返邊界 解放軍 為了應對中印緊張 戰機又出動 一方面是這樣 另一方面 據報導 印度 將那條界線 推前了四公里 在那裏 領土之爭 其實那些根本是山上 都沒有人地帶 但是 中國一直是站在較高的位置 印度可以低一點的位置 現在印度上去高一點的位置 這個都不要緊 對金融市場 影響有的 不過就不是這麼直接 真正直接影響得大的 就是今天 其實是印度的信息技術部 以這個名義 是什麼名義呢 有損印度主權與完整 印度國防 國家安全 和公共秩序 唯有 就宣佈 禁止118個中國手機應用程式 在這個印度使用 大家知道118個很多 很廣泛 其中包括些什麼呢 包括這個 騰訊旗下的 大家有玩開的 可能都知道 這個叫做絕地求生 簡稱吃雞 吃雞遊戲 另外 百度都不給裝 網易旗下多款遊戲都不給 這個影響都挺大的 受到它的影響之下 還有一樣 還影響得大的 就是 小米原本 是想著主攻 印度市場 其中一個重要的市場 但是現在 中印關係緊張 估計小米 都可能會受到影響 所以今天 小米就跌得比較多了 跌了7% 連續兩天這樣下降 之前是急升的 業績之後就急升 業績之前都開始上升的了 其實這個8月中的時候 你現在8月14日這一天 收15.3毫多 接著呢 17日 星期一回到來 已經衝上去了 由這裡開始 16元 開始一直 一直 到去 9月2日高位 26.9毫半 接近27元 即是升了9元上來 這裡 四十幾個巴仙 的升幅 現在回吐 其實兩天 都不是說多的 隨時可以再回吐得多些 所以 上升裂口 在8月26日和27日之間 26日高位 19.1毫八 27日低位 19.8毫八 說真的 技術上高現在最重要的支持就是裂口位 但是如果真的要回到這個裂口才見支持的話 你想想都幾傷 接近27元 26.9毫半 最高位 如果回到去20元 哇 跌7元 都幾是 所以要小心 因為升那麼多 升得那麼急 現在出現壞消息的話 要小心 散水 或獲利回吐 就會影響 雖然 小米有業務在那裡影響 但是其實沒有業務在那裡 近來升得比較急 升得比較多 譬如美團 美團 之前 又是 你7月份的時候 大概200元 這個中間位大概200元左右 最高 昨天 9月2日的時候 最高見過280元 升40% 之前不用說 3月的時候跌到來 70元 70元5毫子 70元上來200元 升了三倍 現在這些升那麼多 一有什麼風吹草動 它都回的 回3.7% 它明天沒有納入盒子成份股 也沒有了 如果要換馬追 這個效力 所以大家 又要小心一點 升得那麼多的股票 大家見得到 以小米為主 可能會受到 中印這個事件影響 當然 騰訊今天都跌一些 不過騰訊 早前已經是因為 因為美國的事件限制了去升幅 其實這麼多隻主要的科技股 特別是超過1萬億市值的科技股 只有騰訊沒有破到頂 因為之前已經被美國 要他recheck那裡下架 現在美國總統特朗普 說到9月20日 就會公佈 究竟這個 recheck和tiktok 這兩個軟件的命運 究竟是怎樣 是不是要賣 所以今天 本身它都有跌2% 騰訊 不過跌幅就沒有這些那麼多 因為它之前沒有升得那麼多 換句說話說 升得多的受影響會比較大 要小心一點 整體而言 這次中印衝突 就有機會令到科技股冷卻 因為之前過熱了 升得太多 現在受到這個事件影響 借勢就會調整 估計都要再震一下 大家要小心一點 至於會不會影響到行指走勢 已經影響了 問題是這個影響有多深 暫時來看 就要採取黃燈的態度 就是要謹慎小心 萬一如果再跌 跌穿大概24,600 或者這個上升軌 就會轉紅燈的了 這樣的話 大家到時就應該要進一步減遲 好了 時間關係 今天分析到這裡為止 多謝大家收看